大家好,我是燕祝伟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 读学院的时期呢 一位 宿舍的朋友 他的名字 我忘记了 但是我只记得 他是叫 应该是叫阿伯纳 阿伯这个人呢 他是奔向州的人 巴昂 他是跟我说 关于他以前在 爬山 就是上山的时候 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时候呢 他就有跟 一些朋友去 露营 在那个山洞那边 在山上那边 炸营 具体的地点我忘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去爬山 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有跟一群兵士 就在那个山 森林里面露营 啊,当中呢 他们有去那个 啊 那个 山的那个洞穴里面 就是 不懂叫什么 故事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呢 他 他就跟 一群兵士一起去 去露营 去爬山 然后 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 那个 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呢 那些 啊 军人呢 他们就跟 这群朋友 这群小朋友呢 啊 就说一些 一些山上的一些 机会啦 就是说 一些或者叫 到我们说马来西亚人所说的 斑当啊 啊 因为山上呢 或者是你在森林里面呢 有很多 机会 你需要顾虑 啊 知道的 然后啊 以防万一就是说啊 或可 可能怕有一些肮脏的 东西 会跟着你回家 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 你看到在森林里面 有脚印 啊 第一个 你不能踩 踩在那个脚印上面 啊 因为可能有人 踩过了之后呢 啊 有 可能是你 你特地去踩 那个脚印呢 可能 就有东西 在跟着你了 他会觉得说 你是特地来玩弄它 所以 啊 你就 所以 这些东西啊 就会就会跟随你啊 到底你想再 就看你这想要去干嘛 或者可能会 作弄你 或者可能会伤害到你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果他是有光的影子呢 可能就是 有沼泽地区 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些石头的 啊 一些影子啊 那么你就要塑医了 因为怕说 万一有沼泽的话 你 啊 啊 啊 可能会 不小心掉进 那个水 水池里面 那么 可能就会有生命 就可能就 很很很大的危险啊 然后第三呢 啊 在神灵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呢 如果你不熟悉那个地方 最好不要 随随便便的叫人 朋友的名字 啊 你可以用一些鸟叫声啊 或者一些 啊 暗号啊 比如 咕咕咕 啊 或者是 哎呀 啊 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声音 啊 来 啊 呼唤你的同朋友 比如 如果他们 在很远的地方 你找不到 你就用这样的声音 啊 而不是直接叫他们的名字 因为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呢 可能 可能 会 导致 有东西 上升 被上升 啊 被附身 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虽然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 但是 可能你 你遇过了 回到家的时候呢 可能 会有 不必要的事情 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然后第一次呢 就是 啊 不要随便骂出发 好 我不要乱骂一些脏话 因为 啊 我们所说的 你 路向随数嘛 你到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 要遵守当地的规矩 就算 没有人看见都好 你都不能随便便的去 违反这些 这些所谓的 自然 定一些 定律或者一些规矩 因为 你不知道 在你的周围 会有什么东西 啊 就算你看 可能你 你 你没看见他的存在 但不代表他不存在 我的朋友呢 他就刚好遇到了 因为他是队长嘛 那么他队长的话呢 当一个人 在露营 或在 在行 爬山的时候 或者是在外面露营的时候 他们 最主要呢 就是前后 都要有人照顾 看 看着 然后 当中呢 那个兵士呢 大概有两到三位 陪同他们一起去爬山 啊 然后 啊 兵士就在 一位兵士在前面 然后另外一位兵士在后面 然后他们就在当中 中间的那 那个路程里面 他 因为是队长嘛 那么 他就 站在后面 以防万一 有朋友 走的比较慢 啊 那么 他就可以 注意到 啊 可能 叫前面的队友 先停一停 啊 因为 毕竟是在户外嘛 大家都要一起 互相帮忙 因为他的身后 已经没有人了 除了那个兵士之外 那么 那个兵士他们就 他就说 你照手 不用不用理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怎么 怎么做 他呢 就 啊 听到当当时呢 他就听到 在他身后 因为他身后 已经是没有人的 除了兵士之 而已 那位军人之外 那么他就 听到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在叫他的名字 很奇怪 他朋友 全部已经在前面 他是最后一位 在后 在后面 看着他们行走 但是 后面有人就叫他的名字 而在那个期间呢 他也没有 就是说 在身体里面呢 他们就已经 不再 用他们的 名字来呼唤对方 好 那么 当他听到 他的名字之后呢 他的那位军人 他也听到 然后他的 他的军 那位军人呢 他就说你不要理 不要不用去理 你直接就是跟着这个 这个 他们的 路 前面的路 前行就好 行走就好了 可能 可能当中他不知道 有 触犯到什么东西 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呢 他是没有去触碰 或者是说去踩到人家的脚印 啊 然后就到了那个山洞的时候呢 有那些蝙蝠的分辨啊 啊 当他越过 要从山洞出来 走出山洞的时候呢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去看到他的头顶上流的很多血 但是他 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 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 自己的头额头已经流血了 他只是觉得可能 他认为他应该是冒汗吧 啊 他的额头冒汗 那么 当他摸一摸 然后 嗯 原来是 原来是他 他的头 额头在流血 但是他也没感觉到 他有 撞到任何山洞里面的石头啊 或者是一些水池 一些 啊 鹰雾啊 什么 那么过后呢 他就拿 他朋友 他就拿了那个毛 啊 手帕 啊 跟一些纸巾 然后就麻麻一下 然后就继续走了 走着走着 他们就 当中就没有什么事情 就 就 啊 一切安好 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有在一边 一边 行走 然后过后有一段时间是 休息 啊 吃一些干粮啊 还是什么 啊 啊 他的队员呢 全部要 啊 就是从森林里面走出 回到他们的车上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 他朋友呢 就突然间觉得好像 肚子痛 要 要上厕所 然后他就跟队长 他叫阿伯 他就跟他说我想上厕所 你等 你们等我一下 啊 他就去上厕所 当他要蹲下来的时候呢 要解决的时候呢 啊 突然间肚子又不疼了 然后他就又在啊 他就穿好他的裤子 然后又走向他的朋友那边 然后 就连续 连续这样子 差不多有两三次了 啊 他因为他之前他有去外面露营 那么他对这些汇集的东西 他是蛮了解的 他朋友就不太了解了 然后 他就 感觉到应该是有东西在玩弄着他 啊 不想让他的朋友 走出森林 那么他就 他就 说 你等我一下 我我我先 走到 我先去我的车里面啊 播放一些 啊 一些佛经 啊 那个时代是用卡 属于是用卡带 啊 听音乐的 啊 跟电电台 那么他就赶快 把开了车 把放了卡带声之后呢 把那个卡带声音的那个啊 啊 那个音音量呢 调到最大 希望说 他的朋友呢 会因为 啊 他开了这个佛经 那个肮脏的东西呢 他会 比较 不敢去 骚扰他的朋友 然后 照最后呢 他的朋友还 还 就顺利走出这这片森林 但是 就是因为他帮了这位朋友呢 他回到家呢 整整一个 他大概是一个月 就是生病了 就好像生了一场很大的病 他跟他知道他完全没有去触碰任何一些不安不干净的东西 只是可能当他的朋友刚好他为了要帮他朋友啊 特地开了那个佛经啊 的音 然后 啊 可能 惹怒的 惹怒的 那个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些灵魂 或者幽灵 或者一些幽灵啊 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东西要作弄他 要惩罚他 所以就让他生了一场大病 这个这件事情呢 啊 也让我知道在我们周围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看不见 不应不代表他不存在 啊 我们 有时候就是说 有些话我们 尽量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不要随便乱说 或者乱诅咒人家 因为 当中有些人会听到 那么可能 或从口出啊 那么可能 你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么今天的 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再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是燕祝伟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啊 我在 在 读学院的时期呢 一位 啊 宿舍的朋友 他的名字 我忘记了 但是 我只 我只记得他是 叫 是叫阿伯 阿伯这个人呢 他是 方向走的人 巴昂 他是跟我说 关于 他以前在 爬山 就是上山的时候 所遇到的事情 那时候呢 他就有 跟 一些朋友 去 啊 露营 啊 在那个山洞那边 在山上那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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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奇奇的地点 我忘了啦 好 但是我知道他是 七宝山 他就告诉我说 其实 他们有跟 一群兵士 就在那个山 山 啊 圣灵里面露营 啊 当中呢 他们有去那个 啊 那个 山的那个 洞穴里面 就是 不懂 叫什么 故事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呢 他 他 他就跟 一群兵士一起 去路 去爬山 然后 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 那个 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呢 那些 啊 军人呢 他们就跟 这群朋友 这群小朋友呢 啊 就 说一些 一些山上的 一些 机会啦 就是说 或者叫 我们说 马来西亚人所说的 啊 啊 因为 山上呢 或者是你在 神灵里面呢 有很多 机会 你需要顾虑 知道的 然后 啊 以防万一 就是说 啊 啊 或可能 怕有一些肮脏的 东西 会跟着你回家 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 你看到在神灵里面 有脚印 啊 第一个 你不能踩 踩在那个脚印上面 啊 因为可能 有人踩过了之后呢 啊 有 可能你 你特地去踩那个脚印呢 可能就有东西 在跟着你了 他会觉得说 你是特地来玩弄他 所以 啊 你就 所以 这些东西 啊 就会 就会跟随你啊 到底你想再看 你就想要去干嘛 或者可能会 作弄你 或者可能会伤害到你 然后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果他是有光的影子呢 可能就是 有沼泽地区 或者是说 可能有一些石头的 啊 一些影子啊 那么你就要注意啦 因为他说万一有沼泽的话 你 啊 啊 啊 可能会 不小心掉进那个 水 水 水池里面 那么可能就会有生命 就可能就很 很大的危险啊 然后第三呢 啊 在神明或者是在那个地方呢 如果你不熟悉那个地方 最好不要 然后 水水里面的 叫人 朋友的名字 你可以用 一些鸟叫声啊 或者一些 暗号啊 比如 咕咕咕 或者是 哎呀 啊 比如说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神明 来 啊 呼唤你的同朋友 玩 比如如果他们 在和你的地方 你找不到你其中这样的神明 好 而不是直接叫他们的名字 因为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呢 嗯 可能 会 导致 有东西 上升 被上升 哦 被复升 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虽然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 但是 可能你 你遇过了 回到家的时候呢 可能 会有 不必要的事情 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 然后 第四呢 就是 嗯 不要随便骂主 好 我不要乱骂 一些长话 因为 啊 我们所说的 你 路向水族嘛 你到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 要遵守当地的规矩 就算 没有人看见的话 你都不能就是 并命的去 违反这些 这些所谓的 自然 一些 定律或者一些规矩 因为 你不知道 在你的周围 会有什么东西 好 就算你看 可能 你 你 你没看见 它的存在 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朋友呢 他就刚好遇到了 因为他是队长嘛 那么他队长的话呢 当一个人 在露营 或在 在行 爬山的时候 或者是在外面 露营的时候 他们 最主要呢 就是前后 都要有人到屋 看 看着 然后 当中呢 那个兵士呢 大概有两到三位 可以同意 他们一起去爬山 啊 然后 啊 一位兵士在前面 然后另外一位兵士在后面 然后他们就在港中 中间的那个路程里面 他因为是队长嘛 那么 他就 站在后面 以防万一 有朋友 走的比较慢 那么 他就可以 注意到 可能 叫前面的队友 先停一停 啊 因为 毕竟是在外面 大家都要一起互相帮忙 因为他的身后 已经没有人了 除了那个兵士之外 那么 那个兵士他们就 他就说 你招手 不用理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怎么 怎么做 他呢 就 啊 听到 当时呢 他就听到 在他身后 因为他身后已经是没有人了 除了兵士 而已 那位兵士之外 那么 他就 听到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在叫他的名字 很奇怪哦 他朋友全部已经在前面 他是最后一位 在后面看着他们行走 但是 后面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而在那个期间呢 他也没有 就是说 在圣灵里面呢 他们就已经不再 用他们的名字来呼唤对方 好 好 那么 然后听到他的名字之后呢 他的安慰军人他也听到 然后他的 他的军 安慰军人他就说 你不要理 不要不用去理 你直接跟着这个 这个 他们的 路 全面的路 全行就好 全走就好了 可能 可能当中他不知道 有 触犯到什么东西 但是 他的印象当中呢 他是没有去触碰或者是说去踩到人家的脚印 然后就到了那个山洞的时候呢 然后就到了那个山洞的时候呢 有那些蝙蝠的分辨啊 好 但他越过 要从山洞出来 走出山洞的时候呢 他的朋友去看到他的头顶上流了很多血 但是 他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 因为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头额头已经流血了 他就觉得 可能 他认为他应该是冒汗 他的额头冒汗 那么 当他摸一摸 原来是 原来是他的额头在流血 但是他也没感觉到 他有 撞到任何山洞里面的石头啊 或者是一些碎石 一些 鹰雾啊 什么 那么 过后呢 他就拿 他就拿 他就拿了 那个 手帕 跟一些纸巾 然后就慢慢一下 然后就继续走了 走着走着 他们就 当中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就 一切暗号汗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们有在一片 一片 行走 然后过后有一段时间是 休息 吃一些干粮啊 还是什么 那 当 他的队员呢 全部要 就是从神灵里面走出 回到他们的车上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 他朋友呢 就突然间觉得好像 肚子痛 要上厕所 然后他就跟队长 他就跟他说 我上厕所 你们等我一下 他就去上厕所 等他要蹲下来的时候呢 解决的时候呢 突然间肚子又不疼了 然后他就又在 他就串好他的肚子 然后又走向他的朋友那边 然后连续 连续这样子 差不多有两三次了 他 因为他之前他有去外面录影 那么他这些会去的东西 他是蛮了解的 他朋友就不太了解了 然后他就感觉到应该是有东西在玩弄着他 不想让他的朋友走出森林 那么他就说 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我的车里面 播放一些佛经 那个时代是用卡带听音乐的 跟电音台 那么他就赶快把开了车 放了卡带身之后呢 把那个卡带身影的那个 那个音量呢 调到最大 希望说他的朋友呢 会因为他开了这个佛经 那个肮脏的东西呢 他会比较不敢去骚扰他的朋友 然后到最后呢 他的朋友还 就顺利走出这片神明 但是 就是因为他帮了这位朋友呢 他回到家呢 整整一个 他大概是一个月就是生病了 就好像生了一场很大的病 他更怕知道他完全没有去触碰 任何一些不安不干净的东西 只是可能当他的朋友更好 他为了要帮他朋友 特地开了那个佛经 特意 然后可能惹怒的 惹怒的 那个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些灵魂 或者幽灵 或者一些幽灵 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东西 要阻挡他 要惩罚他 所以就让他生了一场大病 这件事情呢 也让我知道 在我们周围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看不见 不应不代表他不存在 好 我们 有时候就是说 有些话我们 尽量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不要随便乱说 或者乱诅咒人家 因为 当中有些人会挺高 那么可能 或从口出啊 那么可能 你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么今天的 是 你呢就放在那裡 我问他先 先 我善于啊 他善于啊 我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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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你老婆 嗯... 得爸爸